立法會議員醫學界功論組別 陳佩妍醫生 再次上來和大家聊聊天 你好… 疫情真是變化莫差 每天都在更新 當然我們的防疫措施都要更新 現在看到香港最新的措施 大家看到 分為檢疫中心的強制檢疫 以及家居的強制檢疫 嚴重地區就一定要去檢疫中心 其他地區就要家居檢疫 現在好像做多了事 但其實是否真的市民可以安心 是否真的做得足夠 香港市民第一是靠自己 自己做好的自己的健康 或是個人衛生、環境衛生 戴口罩、手不要亂鬥口罩 或碰臉已經很重要 而政府層面的檢疫措施 其實在健康申報表 以及家居的強制檢疫 我們仍然要迫它做得更好 因為很多新聞仍然有很多流動 但至少肯做,繼續向前走 你覺得現在值得多少分呢 如果我給10分換分,我給4分 4分仍然不合格 現在最擔心就是看到 就算香港的確診個案好像緩和了 但外地越來越嚴重 地區爆發得這麼嚴重 會否越來越多輸入的個案 會否有新一個社區爆發 其實你看看這個星期 其實已經是第三輪的情況 第三輪是輸入個案 在這個星期特別多 是每天的幾宗、九宗的狀況 所以你看看整個香港 我另一個圖表 就是有三個奪三段時間 1月23日開始 我們有第一宗個案 頭那段時間 1月有輸入個案大概10宗 然後到2月 我們做一些措施 減少輸入個案 然後開始香港有本地個案 有人傳人 那裡大概有本地個案 有64宗 我數了 輪到3月 本地個案開始緩和 大家開始鬆了 但是接著又離開 接著又有傳入個案 就是那個系統會無憂止 傳入個案之後 又會有本地個案 而答案是你要切斷 減少傳入個案 然後減少在本地人傳人的情況發生 那就重要這個… 所以最重要最重要 我們真的要自律